李宗伟与林丹 双双入选世界语人名人堂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和马来西亚球员李宗伟 曾经在世界语谈南丹赛场上展开多场精彩对决 两人如今双双获选世界语人名人堂 入堂仪式将于5月26日晚在吉隆坡会展中心进行 届时两人将精神见证自己入堂的荣耀 李宗伟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他在一个星期前收到入选世界语人名人堂的邮件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惊喜他感到非常开心和荣耀 他还特地搜索了一下 发现大马曾经有几个球员入选名人堂 但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李宗伟认为这个荣耀不仅属于他一个人 更是属于他一直以来的支持者 包括家人大马与总国家队的所有教练以及 一直支持他的赞助商和整个马来西亚人民 没有国家的投入和栽培就不会有今天的他 他希望自己的获奖能够 击力更多大马年轻球员努力 期望未来能有更多大马球员 能够入选世界语人名人堂 最悉林丹也将亲自飞到吉隆坡出席入堂仪式 李宗伟表示两人一直都是朋友 他会为林丹安排一切需要的事情 另外随着防疫限制的放松 李宗伟也有计划安排到中国一趟 他表示很多年没有去过中国啦 中国的球迷也很想念他 他也很想念他们 世界语林名人堂成立于1996年 旨在表着那些在羽毛球 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除了李宗伟外 大马还有庄有名 庄有良 武文伟 王宝林 陈一全 和黄炳圈等球员入选名人堂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